自信是來自人生經歷累積回來的 我覺得自信是來自懂得觀察自己 閱讀自己的人生 自信是在裡面散發出來的 自信就好像 當你戰勝了內心的恐懼和迷惘之後 而得到的一種成長 我覺得自信是慢慢累積回來的 即每一個困難或者你曾經遇到的一些問題 慢慢地去累積自己的自信 應該是由心底發出來的 我想由我明白生命的意義開始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什麼是自信 我想應該是笑 應該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那你開心的時候自然就會很自信 我覺得我人生最有自信的階段 是現在 我是沒有一個特別的人生的轉捩點 我是不斷地走這條路 不斷地經歷很多不同的事情 高高低低令我累積到很多不同的經驗和經歷 去導致我一直建立自己的自信 來到今天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生命的價值 有信心的話 就是自信 我覺得我不會失去自信 因為其實這麼多年 你累積到的東西 一直會永遠儲存在我的人裏 所以這件事永遠會陪著我走的 只有家沒有家 只有家沒有家